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温成智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各位东心学员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有吃到米 有浪面 如果我问大家问题 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大家都要举手好吗 来我问一下 我再问一次 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各位 各位 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们表达意见可以提一下手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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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知道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这是对一国的飞机 哪一个国家 美国的警局手 举手举高 哪一个举手 日本的请举手 中国的请举手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各位 看清楚 这是美国的飞机 跟这个有同样吗 有没有一样 这个是美国的军机 各位 所以你不敢举手的原因 讲师在这里 可能跟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不敢举手 你举手的考虑原因 可能是以前读过的书 日本轟炸台湾 所以你听到这个问题 不太敢表达 可能你觉得表达问题之后 等一下会被警察抓去警备总部 是吗 不会的 现在你基本上 基本上你要了解一个很透彻的观念 这种尝试 是很简单的 但是在台湾 很不简单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你再看一下 看一看 仔细看 你现在在回答我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各位 这底下的是哪一个国家 就在台湾 这上面是谁 是谁的飞机 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美国对啊 有没有 跟那边比较一条 有没有 那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我现在在问你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有的请举手 很奇怪哦 为什么不举手 来 念出来 请念 台湾总督府被谁封炸 对 这个是当时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上面有写的 东京还有哪里 有没有看到 这写什么 福尔摩萨 哪里是福尔摩萨 就是台湾 看到没 你还要听 流亡中华民国 在台北的 他们所编载的教材 它是真的吗 还是这一份报纸 纽约时报 在当年报的 实况 谁是真的 怎么会有同学 学员告诉我 说很难讲 这次很难讲 这写什么 来 念出来 写什么 1945年5月31号 哪里 台北大空袭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看到没 都已经出书了 怎么来跟我讲 不知道 不了解 很难讲 这底下的就是台湾 在哪里 就在台北 这个就是淡水河 我特地加了音效 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来我问一次 有参加战争吗 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我再问一次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我今天是跟木头人讲话 来 各位 要跟他积极 你脑袋里面很多 旧的思想 有没有跟事实符合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 不要跟住在台湾上面的人 讲话 因为很简单 这个土地上 其实很佩服一件事情 木头人生活在很矛盾的情况之下 结果还能够生存下来 一下子我是中国人 又是台湾人 你明明你的祖先 户籍藤本 爸爸妈妈 爸爸这边 妈妈这边 你能提出户籍藤本 是在1945年9月2号之前 已经出生在这里了 你还说你是中国人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当然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 在座的 你很可能是从那边过来 可能最近几年 你是中国配偶 或者是后来 随着蒋介石流亡来台湾的 OK 你是中国人没有错 你的出生 出生 证明或者是你的户籍藤本 确实拿不出日制藤本 OK 那当然你是中国人 当然也有从国外的其他国家来 你要讲你是哪里的人 可不可以用认知的 我认同英国 所以我是英国人 我认同法国 所以是法国人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这边很多图片哦 今天晚上要跟各位同心来做分享 来 往前面坐好吗 同心往前面坐 往前面坐 这边还有 这边 这边还有可以坐 坐前面 来一起念 刚刚我们 开 开始之前 我们是有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跟立场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好来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主张 一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二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经商和平条约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一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二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这是什么 普通话 我们念台语的 我念一次 大家会要 就会念 台湾民政府的主党 一 依旧国际法律 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款 美国总统欲求台湾占领款 美国总统有责任 顺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第二 遵守国际地位正常化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有印象吗 我们港的法律是不我们自己变的 来 这六个字念出来 国际法律 什么叫国际法律 万国公法 国序建政法 这就都有了 我明天不知道在哪里 答案就在这里 还会不知道吗 答案已经告诉你了 你还说不知道 有没有 有没有给他意外 跟你讲 太阳明天会从东边起来 西边下去 对的请举手 不敢举 然后不知道的请举手 也不敢举 明天太阳就会从东边起来 西边落日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你看有没有 所以各位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 习惯 看新闻 新闻就对的 或者是记者讲的 就是对的 原因就在这里啊 你有没有清楚去判断 用什么东西去判断 教科书 各位 教科书对吗 所以他的 编辑的单位叫什么名字 国立编译馆 他有这些编 澳洲有法力来编吗 有这些事实来编吗 所以才有这种 一个策劃的关键出来 一个土地民政 近年年 日本 台湾 和美国 分不清楚 到底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知道吗 有 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说什么 有没有跟我们有关系啊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台湾有参加战争 这些事实有参加战争 当时 一旧输一年 那一年 在二位窒息 台湾本帝国 东条英姬 内阁总理大臣 向美国宣战 那天哪 齐袭珍珠港 当然它有用较技巧性的 从香港目前 开到要挖 珍珠港府境的时候 滴滴滴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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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报没有怎么有法 为什么要发电报给对方说 我该对你宣战 因为这个在战争法里面 有很重要的意义 你一定要有宣战 宣战之后 军事政府成立 然后双方 到一定程度之后 征服者 战胜方 他就在 战败方的地方 被征服的地方 去占领 去军事占领 然后在占领地上 由军事政府跟当地 被占领地的人民 所成立的政府 两方面来管理 军事占领地 维持一段时间 和平之后 占领军必然要离开 为什么 因为有战争法的规范 那 和平条约呢 就是在军事占领 这个之前 一定要维持和平 才能够有条约 甚至到后面 恢复正常 就是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就是要走什么 战争法的流程 是不是在走 流亡中华民国 政府的流程啊 是不是 各位不是哦 你要了解清楚哦 你阿公阿嬤是日本时代的人请举手 你的祖父祖母是日本时代的人 请举手 请举手 谢谢 大哥是吗 是哦 你有看到稍微 要睡哦 正常的 我们人在用头盖 的时候 就在想要睡 正常的 正常反应 但是你如果睡起 也不要紧 我们后边有摄影机 来 转头去看一下 大家转头去看一下 转头 你看一下后面 他 录影之后 他就存在哪里 来我们看一下 转身我们看一下 YouTube 我们网站 会有影片 当然这个官网这里也有 官网待会再看 没关系 来 官网是这边 来移过来 移过来这边 这个地方 往上 往上 这里 这里 上官网 台湾民政府官网 按下去之后 就有这里直播的 有没有 OK 这是每个星期都有 开课 都会现在像这样子 OK 那我们现在回到 YouTube的网站 这个 我按这个 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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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你会怕台湾民政府官网 台湾民政府影片 在输入的时候 各位 给你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依照 战争法 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所处成 Civil government 看这里 台湾 这个字怎么念 民政府 是政府还是政党 政府还是政党 政府 那英文呢 台湾Civil Government 发音很正确 依照什么成立的 依照什么成立的 台湾民政府 依照什么成立 我刚刚在这边 已经念过一次了 有没有注意听 根据什么成立的 经济战争法 升立的 台湾民政府 那台湾现在 现在有没有结束战争的阶段 有没有结束 我这样问大家就好了 认为已经结束战争法 阶段的请举手 还没有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各位 台湾还没有结束战争法的阶段 所以还是什么情况 战争的期待 还是战争的状态 所以有没有发现 太阳花事件 最清楚了 那些学生 跑进去他们的立法院 发生什么情况 学生是 没有事出来吗 还是被打 有没有发现 被打 那为什么 抗议请愿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像一般国家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蛇龙 铁丝网 跟巨马 这三个东西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 会拿出来 什么时候会拿出来 战争的时候 就是军事 尖匿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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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尖匿 征服者 产生冲突的时候 不管你是哪里的人 你只要是住在军事占领地 战争状态还是维持的情况之下 你只要跟当地的征服者 产生冲突的时候 就等于什么 开战 你在开战 那不叫请愿 而且台湾是不是真的民主 是不是像欧巴马讲的 台湾是民主的楷模 是还不是 不是 这是假的民主 在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你还没继续战争的时候 你基本的那个 选战 那是什么人的事情 那是流亡中华民国 家里的事情 是哪个国家的内政 中国内政 是不是台湾的内政啊 不是哦 各位 我刚才跟你讲的 这个等一下再看 我们来回到本题 台湾民政府 我再讲一次 要注意听哦 台湾民政府的全民 台湾民政府的全名 台湾民政府的全民 美国民政府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有美国民政府就是什么 美国军政府 那前面这个 就是民政府跟军政府所在的地方 叫做台湾 台湾 就今上和平聊天 有没有台湾这个英文 有还是没有 学生那个line 把它关掉就好了 登出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他的上位的单位 授权的单位 台湾民政府的授权 权力来源在哪里 我问你举手 其他不要讲 因为我们很多同心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认知 表现出来 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权力来源 是民众的请举手 上面 主管单位下来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 没有关系 但是我跟你讲 你在认知上 还有本身 你对自己的 了解 你可能还不够勇敢 懂吗 至少不知道人赢你了 不知道人家轻举手 我真的我就不知道 我举手 我比你更勇敢 你不敢要举手 你还在躲在黑暗时代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勇敢举手 你才举手 不要带你的意见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当然有些 你课堂上 包括 有些问题的话 下课你可以问 因为 上课时间 大家时间很宝贵 你在这边 听法理 你提问题 是不是占用其他 同心 他要了解法理的时间 所以很重要 你有任何问题 下课 到后面 你再跟 同心 或者讲师 所以研究一下 但是上课时间 我们要保持 安静 你有了解的 举手就好 讲师会问你 你举手就好 OK 好 台湾民政府全民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主管单位是谁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军政府 战争法 相对的 我们知道 台湾有参加战争 台湾有参加战争 那么 我们这片土地面上 有两种人 一对两种人 战争法里面 十余人到十五人 大人到小孩 战争法里面 会记得 有两种人 你不懂 你写笔记也好 什么也好 你会给它刷起来 台湾有两种 战争法的上面 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占领方 跟被占领方 中华民国是 流亡中华民国是 在哪边 占领方 还是被占领方 那我问一下 流亡的中华民国 是占领方的 请举手 谢谢请方家 是被占领方的 请举手 谢谢请方家 不知道的请举手 谢谢请方家 各位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战争 有同盟国 跟轴心国 好 那么 同盟国 美国的盟友是谁 美国的朋友是谁 是不是今次就 今次就代表是谁 中华民国 美国跟 我们日本台湾人 我以前叫日本台湾人 我们是日本天皇 所属 关 现在住在台湾的台湾人 我们是属于 日本天皇的台湾人 日本台湾人 要讲清楚 你这讲台湾人 会不会被吃豆腐 会不会 你说你是台湾人 你会怎么吃豆腐 会不会 会不会 会哦 你是台湾人是吧 台湾人 如果你是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人 你如果讲日本台湾人 中国会不会吃你豆腐 会不会 会不会讲你是中国日本台湾人 那你可以讲更长一点 我住英国伦敦 所以又是日本台湾人 所以我是英国伦敦日本台湾人 你讲越详细越好 为什么 欢迎台湾人就是 白颤黑衣 实际上 我们本来就是日本台湾人 我们去想到 我们就知道 我们刚才很多人拿手 对吧 我的阿公阿嬷 日本人 为什么 各位 有法序幕 你申请日日腾本的时候 你如果对自己的出身 很好记的 我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我分枚请的时候 各位 你找一专 护贞 护贞事务所 去签 护贞 腾本 签现在的吗 那不用签 你签 你就签 1945年 9月2号之前 护贞事务所的人 他要跟他说 听不懂 没关系 你就说 我买民国33年的 护贞天本 民国33年以前的 护贞天本 麻烦你提供给我 我自己本身的 爸爸妈妈这边 直系亲属 先请出来 你拿出来看后 很精彩 像我自己 阿公以前 包括妈妈 爸爸这边 妈妈这边 起起的 很早以前的 有庆应 几年 再来是什么 民智几年 我讲的这个是顺序 按照天皇年号的顺序 庆应 我们知道日本 是不是有个庆应大学 庆应 再来是什么 民智 大政昭和 各位 你又不是 基本人 你的出生年月日 会生在 户贞天本 民定 跟你说 民智大政昭和 会不会 会不会 你的户籍藤本上面 会写这样子吗 你如果不是日本人的话 会还是不会 不会 对啊 为什么会写在户籍藤本上面 却是这样的年号 就是 因为 你是日本天皇的村民 所以你的户籍藤本 民定就是什么 很奇怪 我们知道阿公阿嬷 是日本人 为什么要生下来 我们变成中国人 我们会变成中华民国的人 为什么 有人说 改朝换代 请问 美国有没有改朝换代 法国有没有改朝换代 欢迎你 好 我们来给 我们现在上课 手机 你要关进阴 不要等一下上课 上来一半 LINE 或是电话响了 你对旁边的童心 会不会感到抱歉 所以你要记得 手机检查一下 我们这一期初级班 看清楚 这里 1 初级班 高级班是H 2016年11月18号开课 所以你这一期要记住 为什么 你等一下找影片比较方便 来 决生我们点这里 台湾民政府影片出来 对不对 这里点一下 之前 订阅 一定要按 有新的影片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 OK 好 这个是台湾民政府影片的 前面 这个一定要看 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 在台湾的足迹 OK 跟那个台湾 治理当局的一些事情 OK 美国在台协会 往上 这个是上一期 高级班 来 念一下 今年是几年 为什么要用平成28年 而不是用民国105年 为什么 跟我们自己的身份 identity 有很大的关系 来 我们点进去 这个 点进去 这是高级班的内容 怎么样 第一节课 第二节课 来往上 第二节课 第三 第四 等一下 我们现在上课内容 一样也会出现在YouTube上面 好 那我们回到官网 官网有没有 来 点一下官网 各位 你手机也好 你手机也好 电脑也好 你可以 上官网来看 你如果不知道官网的网址 没关系 你可以上Google 你怕台湾民政府 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 点下来 你看 主张跟立场 来 我们点一下 往上翻 有没有跟刚刚的一样 有没有 OK 好 来 我们回到上一页 好 来 往上 我们里面有很多内容 很精彩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翻 没关系 我在观察家杂志 控没按 来 重要的讯息 各位 你如果没有带 新台湾论或是讲义的时候 你只有手机跟平板 那你旁边有亲朋好友 你怎么样跟他们讲 台湾民政府的法理 各位 这边就有很多的 第一次控没按 来 按下去 我现在跟大家讲 初级班 这些简单基本的 我跟你讲 来 往上看 有没有 很多的标题 控没按 来 往上翻 看好 2006年控没案原文的案号 在这里 2008年控没案上述高等法院的案号 在这边 以控控留年 十月二世 台湾平民林志森等 228名的本土探人 到美国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 去控告谁 美国政府 当时总统是谁 布希 国庆 莱斯 那控告的标的是什么 台湾国际地位 以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 这个在新台湾论的上册 也就是封面 白色的 翻开来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 华盛顿地区设立代表处的 经过 整个很多 他就第一句就写到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OK 控美案的案号 2008年上诉高等法院 来往上翻 这都有 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各位 台湾民政府已经两次 控告美国了 第一次是台湾的国际地位 与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 第二次呢 因为 流亡的中华民国 当时 还没有开始流亡的时候 在1946年的1月12日 由台湾 行政长官公署 发了一篇 公文 发生什么 节餐字第01297号训令 他上面就写了 查 台湾人民元系我国国民 那张 学生你稍微找一下 OK 我们看到这边 他在美国国务院 上面就有 这两个 我刚才讲的那个 节餐字第01697号训令 他写得很荒唐 各位我们就知道 这些话里面 你征服的 占领方 你可不可以把 占领地的人民 不是你的 把他的国籍改掉 语言 文字 通通都把它灭掉 换成自己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对啊 不行 美国去打伊拉克 他可以把伊拉克的人 通通集体规划为 美国国民 可不可以 当然是不行啊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这样做 因为开罗宣言 哇宣言欸 人家唱声唱唱的 人家现在敢面 家都变你的 人也变你的 跟外面流氓的什么 黑道的什么不一样 在门口叫嚣 人家破门而入 把那家里的财产 占为己有 各位 这个就是战争法里面 严重的国际战争法里面的战争罪 中华民国当局确实犯了这些战争罪 待会我再跟大家陈述 看到这里 像是35年 公元1946年1月12日 节餐自123的餐 它是餐议院的餐 节餐自第01297号训令 看清楚哦 你是征服者 跟被占领方 是敌人还是朋友 是自己人还是外人 跟敌人还是外人 是不是外人 因为你头过战争 conquest用战争 去征服对方 你可不可以把它占为己有 可不可以 你看这里哦 它写什么 查他人民元气我国国民 受敌人侵略 自上司国籍 知国土从光 原有国国民自国人民自 写一大堆 全部恢复变中华民国国籍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成立的 1912年的1月1日 那个时间点 台湾是谁的 是谁的 来问大家哦 日本的请举手 谢谢 日本天皇的请举手 谢谢 中国的请举手 中国应该没人举 不知道的请举手 各位 很重要的一点 大日本帝国 Emperor of Japan 它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请举手 是的请举手 不是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我再问一次哦 台日本帝国 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的请举手 不是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各位 它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不是民主国家 为什么 因为它的国家有皇帝啊 各位 日本帝国有皇帝吗 日本天皇 它有改条外帝吗 没有 万事一戏 所以日本国歌 君之代 君之代 代代相传 那当时 两千五百万年前 神武天皇 一直团 桃园天皇 龟山天皇 我们的地址都跟天皇的 名字有关系哦 你可以去查 到现在 到现在竟有 庆应天皇 明治天皇 大政天皇 昭和天皇 到现在什么 平成天皇 我们刚刚念的 平成几年 28年 各位 民国几年 你可以忘记 没关系 但是 平成28年 你要永远记住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谁的 日本天皇 是不是中华民国的 不是 现在所谓的中华民国 它只不过是一个 民间的管理公司 民间的管理财团机构 它是不是正式的政府组织啊 不是哦 它的主管当然是谁 美国在台协会 它在什么架构呢 台湾关系法的架构里面 运作 台湾治理当局在什么地方 可以找得到 美国宪法的台湾关系法 里面的第15条 1979年 1月1日以前 美国承认为 中华民国的 台湾治理当局 台湾authority 之前 海牙的法院 更加点名了 这个台湾治理当局的全民 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从哪里来的 台湾治理当局 哪里来的 中国 流亡跟移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在新台湾论里面 有很详细的讲解 什么叫流亡 流亡难民 是不是一句难听的话 不是 它是正式的法律名称 什么叫流亡 因为恐惧的原因 恐惧跟政治原因 跟统治者 政治理念 不相容 甚至产生冲突 被驱逐出境之后 流亡到 别的国家 到 别的国家的土地上面 暂时在那边 各位 那是不是他意愿 他的本愿 要离开的 是还不是 不是 他是非不得已离开 那他有没有效忠当地的 国家 没有 移民呢 移民是他基于 对未来的展望 想到新的天地 开辟一个新的 展新的一天 明天 那他到那个地方去 是不是他本来的意思 他的意愿 是不是 就是他本来的意愿 跟流亡逃亡还没有关系 不一样 所以移民 他是到别的国家去 但是什么 他很高兴的 效忠当地的国家 认识领导者 甚至英国女皇 日本天皇 那移民 移民跟流亡就不一样 流亡就不得已到那边 中华民国 为什么会来到台湾 为什么 中华民国没有打 日本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他是战败的战胜国 打败仗的战胜国 那为什么美国是 军事占领台湾 而不是中华民国 军事占领台湾 为什么 我们要想到一点 在战争法里面 征服者是唯一使用武力 征服被征服者的国家 在哪里看得到 旧金山和平条约 23条A款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国 全名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这个才是完整美国的 全名 他如果讲United States 那不能讲America 那都不代表正式的名称 所以在新台湾上册里面 新台湾上册里面 新台湾上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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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 上册上册那本 很精彩 有讲的 就讲我刚才讲的 美国他用的名书 稍微看丹波不一样 意义就不一样了 上海公报跟817公报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美国卖掉了 你想说很天真 上海公报 817公报 都是美国什么承认承认 但是承认 这个英文 在讲中文很简单 英文就不简单 recognize 跟什么 acknowledge 就不一样了 acknowledge是什麼 我知道 我得知 各位 得知跟承认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有还是没有 有啊 我知道 但是不代表我承认 但是承认就是承认 recognize recognize 跟acknowledge 就不一样了 各位 你现在抽中这两本 中国国情报告跟那个什么 绝对机密档案是吗 不是 尖格群岛 来 借我看一下 谢谢 来 这两本借我看一下 还有一本 谢谢 各位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两本书 来先拿起来 这两本讲义 一个是台湾国际地位 一个是尖格群岛的法理争议 这两本很重要 这讲义 你在初级班有空上下课时间 尖格群岛的 不能弄掉 你天天看一看 回来也要复习 但是这 这两本 只不过是新台湾论 其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 这两本你读熟了 代不代表你懂法理 所以呢 新台湾论你有没有请回去 所以你要记得 好 谢谢 好 这个不用 谢谢 OK 新台湾论 刚刚讲的那个 上册的部分 这个是下册 这是更详细的部分 好 美国国内这两个网站 来 往上翻 往上翻 这全部都PDF党 OK 来 我们看一下 United States Curlumbia 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地方法院 看到这里 我们点这边 点上面这个 这个 好 我们看到这里 来 往上翻 来 往上翻 这个是那个 最近的 这去年 2月28号 美国时间 2月27号 OK 这是第二次官司的 来 我们回到上一页 我们看2006年的 来 往下 来 往下 点这个看看 好 我们回到上一页 这个都是那个 法律的诉讼文 都列在哪里 来 我们看一下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这是什么网站 这是哪里的网站 美国国 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全世界都看得到吗 看不看得到 Hello 看得到吗 看到了 这道网站 你看到没有 Roger C.S.Lin 这是谁啊 是谁 秘书长的全名 你要记住 Roger C.S.Lin 好 我们 那个这页不用了 点掉 来 我看一下 印度 印度 来看一下 最近的消息 来 往下移 往下 往下 11月8号晚上 来 突然宣布 午夜开始废止 500跟1000的卢比紙币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他要让黑钱全部跑出来 有没有尾鈔啊 一定有尾鈔 逃税的人也会有黑钱 所以 印度啊 以不再是过去的印度R3那种印象了 他现在慢慢也在整理自己的国家 要迈上什么 国际化 他也要整理自己的国家 现在 印度 他的总理也什么 他要取代中国 各位新闻有没有看 不要就是在看那些 哦 那个新闻报 谁啊 哪里 两只猫在打架 哦 两只狗在打架 那种新闻 那种新闻 然后 BMW 跟 Toyota 两个相撞 要不要看那种新闻 不应用 我们要看这个 台湾所有的人 要有一个新的 时代的观念 我们要进入国际化 就是要走入世界 不要再局限在小范围 全世界好像只有中国 没有耶 来我们看到旁边那个地图 我们的右手边 有没有看到那个地图 我们在看地图 方向稍转一下 以前都是什么 看在 陆地那边 就看着陆地 全世界好像只有中国 才是希望 翻一下 換个方向 有没有发现 世界无限的广阔 上面是什么 太平洋 底下咧 是不是我们 日本帝国的范围 北方四岛 河海道 北海道 本周四国九州 河河河 台湾 澎湖 南海 接到后面的 菲律宾 有没有 这个岛链 叫东亚岛链 上面的 太平洋 那在看地图 要换个方向 不是 与中国为主 那是海洋 台湾是海洋 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海洋的国家 知道吗 来 我们看到这个 刚刚有讲到这个 我正是在讲详细一点 征服者跟被征服者 占领方跟被占领方 这四面旗帜 请注意 你在介绍的时候 每个用词 要小心 不要随便讲 来我问大家 上面有几面国旗 四面的请举手 三面的请举手 两面的请举手 一面的请举手 来问大家 大家都要举手好吗 但我会认为 大家都是 今天来上幼儿园 所以都不知道 来我问大家 应该大家都知道 上面有几个国家的国旗 四个请举手 三个的请举手 谢谢请放下 两个的请举手 谢谢请放下 一个的请举手 应该没有啦 不知道的请举手 OK 各位 上面有几面国家的国旗 两面 注意看喔 欸 学生这边先切掉 回到powerpoint 好 谢谢 回到powerpoint 這邊 征服者跟被征服者 在对面 两边是什么关系 敌对的关系 代表美国总统的 美国国旗 代表 日本天皇被征服者 日本国旗 这是两个国家法人 美国总统 美国国旗 日本天皇 日本国国旗 在战争法架构里面 注意听喔 战争法架构里面 代表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台湾 的代表旗 跟代表 被占领地 成立的 依据战争法 成立的 台湾民政府 代表旗 那一共有几个国家 两个国家 就刚刚一开始跟 大家说的 政服者 和比尖领者 这两个 不一样的 在台湾民政 现在台湾上 电视上看的 他的管理 像受管的 美国的国务院 透过美国在台协会授权 台湾自己当局 他的名字叫 中华民国 可是实际上 是不是真正的中国 不代表 台湾民政府支持什么 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 共产中国 自由中国 不要这种观念 No 一个中国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不是ROC 所以 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 要很清楚 美国 美国总统 美国军事政府 日本天皇 跟台湾民政府 那我们从这里 要对应着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从这里 来验证 跟这边 你如果没有 任何资料 OK 你只有手机平板 跟 各州的 办公室 跟郡办公室 你这 就这些 可以跟民众 跟他讲 跟他宣传 法理 好 好 这不是说 我们自己编了 No 这一定跟你想得很清楚 依据国际法理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 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 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 有责任 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 正常化 这是第一点 有没有 你这个banner就可以了 什么叫banner banner b-a-n-n-e-r 这是横幅 直的跟横的 横幅 偏幅的幅 那各州的办公室 跟郡办支出 办公室 都会有那两面 那我们看到 右手边 蓝色那一面 它是什么 它会写两个字 日暑 那看到欧巴马 跟密雪儿 这张图呢 上面会写美战 各位 看到日暑 我问大家 暑日本 请举手 请放下 属日本天皇的请举手 谢谢请放下 不知道的请举手 我都知道 各位 那张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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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听清楚哦 因为我现在听到 大家的答案都没什么样 注意听 那地方在哪里 在日本 东京 皇居 天皇所居住的地方 你这样就记住了 不要讲皇宫 皇居 实际它的名称 只有两个字 是皇居 那座桥是 叫什么名字 二重桥 一二的二 这是三重嘛 我们知道有三重嘛 它是二重 为什么叫二重 两座桥搭建起来的 有没有 中间 全部有三座 三个桥墩 两座桥搭建起来 所以叫二重桥 看到这面旗子 民众可能会讲 所以台湾是 射于那两只鵝 属于那两只鵝 NO 我们可以请民众 诶 我知道你很开心 你知道台湾的国际地位了 你不会再回到 回头走 冤枉路又回到 流亡中华民国去了 那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台湾是属于谁的 日本天皇 那我们是要看远一点的 台湾要什么 国际观要远 远看 有没有看到那边 远远的地方 那是天皇居住的地方 各位 天皇今年 有可能就最后一回 很少了 天皇可能是最后一次 让 所有的民众住寿 因为什么 天皇他想退位了 知道这件事情 请举手 谢谢前方 天皇想要退位 生前退位 因为历任的 天皇都是做到什么 翁厨 讲这个比较原文 就是做到他 翁县了 所以想说 我在座生 我基本上 我接到天皇的位 其實 到现在的位置 我想看可以 稍微放下来 放给谁 有可能是给 德仁 或是给谁 那当然什么 以天皇的 意愿为主 他可能要传给谁 我们尊重天皇 那我们人民 我们所有的人民 包括臣民 要不要去干涉 各位 我们不要去干涉 天皇是我们 效忠的对象 为什么 台湾澎湖 甚至整个日本帝国的 所有权 你能够拿出 所有权状的是谁 台湾是谁的 台湾是谁的 对吧 日本天皇 能够拿出 所有权状的是谁 日本天皇 根据什么 民众会说 凭啥 你说日本天皇 你说欢喜的 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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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说啊 历史课本吗 不是 来我们讲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个 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上期发生的 早 11月17号 安倍啊 去川普大楼 去找谁 虚拟任的美国总统 是谁 川普 各位 你要识别人 不能透过 新闻记者 不能透过电视台 你要真正 你要抽出来 用第三者的角度 去看一个人 而不是看人家嘴巴讲的 那人很坏 口气很坏 坏人 你没有认识他 没有认识 川普是坏人吗 他是狂人 一般他看完媒体都说 他是狂人 是吗 他是一个企业集团的总裁 没有错 房地产 没有错 可是他是不是狂人 没有啊 在选举 期间 美国是什么状态 叫做政治美国 因为美国它是民主的国家 它的权力来源是 所有的民众 经由投票 让美国政府管理整个 各州联邦的政府 所以他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所有是什么 联邦 威斯康辛州 内华达州 加州 很多州合起来 对不对 所以叫United States 所以什么 他会鼓励大家去投票 但是担心什么 投票率不够 比如说不到 百分之五十 甚至不到 百分之四十九 那选出来这个总统 就好笑了 他不代表美国 这等于民意不足 所以他们选举的时候 各个美国总统 他必须 透过各政党 民主党 民主党跟共和党 透过民主的一些竞选 竞选活动 用一些 可能有人去 给人家起敌啊 比较夸张 但是什么 他是为了鼓励 所有的美国人民 什么 勇业出来投票 那代表代表他本人 他讲的 因为政见是很吸引人 但是实际上 告诉各位 美国民主国家 他的基地是什么 美国总统 他负责的是外交 跟协调 那监督美国总统是谁 美国副总统 各位有没有发现很意外 其实权力最大的是谁 权力最大的是谁 美国的副总统 他监督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他去做外交 每个部会他去协调 是这样啊 你懂意思吗 他受谁监督 美国的国会 美国副总统 美国国会 他的什么 司法部 司法部啊 而且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美国的司法部 跟军人 跟军人 也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美国国防部 美国军事政府 跟美国的行政单位 会不会混为一谈啊 他们立场是 超然的 有一幅很重要 有一面 我记得我看过一张照片 很清楚 欧巴马他在台上讲 所有人都起立 鼓掌了 台下 只有两种人 没有鼓掌 你绝对想不到 哪两种人 美国的军人 跟什么 美国的司法部的人员 但懂意思了吧 懂意思吧 很重要 你对美国要了解 OK 为什么 美国是我们征服者 你要不要认识他 要不要 要还是不要 要啊 看到没 第一位啊 接见的 在旧金安和平条约里面 23条A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他 对他所军事占领 管理的地方 他是不是 国家他是不是 會首先去 來看 新的老闆 他起来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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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他的老闆 他是不是先去看 他会去看谁 是不是会去看总经理 是还不是 去看那些各部会 比如公司里面什么部 什么人事部 主任 对不对 一样 主要占领全 这是美国总统 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他有责任 从哪里开始 从什么时候开始 杜鲁门 一直延续下来 到什么 尼克森 雷根 到后来 我们知道什么 很多 布希 小布希 克林顿 到现在什么 欧巴马 他所接续的什么 美国总统 国家法人的角色 这个职务 那是什么 被占领方 日本国 他是新日本政府 为什么 因为他所使用的是 什么宪法 和平宪法 是不是原来的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不是 因为他使用现在的和平宪法 是改 把麦克拉策是 改掉什么 大日本帝国的第四条 跟第九条 成为一个新的一部的宪法 也就是新的日本政府的 使用的和平宪法 那日本天王在日本国里面呢 他的主权 权利 就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 就永久 就是给日本的政府了 他可不可以管理国家大政 不行 这是究竟上和平的第一条B款 裡面也有 这是日本天王管理国家大政的权利 被什么 悬置 Suspend 管理的能力 权利 没有了 那他的所有权 有没有交接出来 有没有 没有 这个 看看就好 你看 这是日治时期的建筑物 现在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 你虽然是占领方 征服者 你可不可以把人家乱改啊 可不可以 那猪头鸡 做你房子 做你土地 你面前去你自己要拿的东西 跟黑白的 黑白的 又把猪头鸡的房子收掉 可以吗 可不可以 这面墙 人家原来 被你军事占领耶 但是你可不可以给人家 这样子 不能耶 可不可以把人家的房子拆掉 还是叫黑道的去把它烧掉 那个都不行了 这个很夸张喔 前阵子发生的事情 11月13号 下午5点29分 有一个叫什么川普大使 要推谁 蔡英文要去参加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名片了 我说什么 哎 来 三千 三千 什么之类的什么 三十六万元 美国有没有一个 美国有没有一个 这个是叫什么法 来念出来 政经 现金法 喔 這個更夸张 現在最近是不是在讲 日本福岛的产品 有没有 講师在这里跟大家讲 這是 網路上很多朋友很厲害 我去查到了 中国时报 它使用的 这张图 它说 日本在辐射外泄浮岛 第一次核电厂 20里外 20公里外海 浮到深海鱼 放射性 绝浓度 射浓度 日本食安标准的380倍 来看这里 这是2008年的凤凰网 中国的网站 看到没 它是写哪里 写哪里 河南 中国的河南省的鱼 2008年的 时候 被凉出来 长这样子 还会跑到 日本的福岛 核电厂20公里外海 然后让你凉 然后这几年了 2008年 今年几年 2016年 8年来 都没有长大 而且样子 都没有变 中国时报 你很厉害 好厉害 同样的 此 首也一样 各位 这种手法 在常常发生过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就发生过了 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手法 聯合国机构白皮书再次显示辅导核事故与患癌无关 联合国就出来说话 这是日本的共同网里面 这是谁 谁 夏中央 他就此理出来见证了 你看 在脸书 突破出日本超出 超市的照片 当中包括标明辅导 现场的日本 日本的一些食物之类的 这其实呢 在在的 要凸显议题 各位你也可以发现 以前 他们一些立法委员 都闭起来了 从哪里 从那个计程车 跟女乘客冲突之后 慢慢就有立法委员跑出来 你有沒有发现 一个一个都冒出来了 为什么 选票 参票 政治恋狱 什么叫政治恋狱 我们待会儿看 我给大家看 什么叫政治恋狱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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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4月7号 这是我们第一次控美案之后 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宣委法官布朗的判决 他的案号是08-5078 好吗 来 一起念 好不好 第一 本土丹人 没国际 二 本土丹人 没国座 成人的政府 第三 本土丹人 林源处于 政治联合中 第四 台湾应连在美军 军事占领当中 第五 美国行政团委 应主动协助 外国的訴求 2019年的 得到这五项 结论 什么叫做政治联合 各位 你有去投票嗎 有沒有 去投票 有沒有 現在知道 當然不會去投票 以前有沒有 以前有投票的警局手 要誠實 我自己也有 請放假 了解發力了 你就知道 什麼是正確的 什麼是不正確的 我們過去所做的 所走的 是冤枉路 我們要走正確的 法理的路 各位 沒國际 2009年 所以有個影片 我相信 明天開始 會有講師 把它播送出來 我跟大家預告 去年 2015年 有一個 蔡小姐 她是去聯合國 日內瓦 日內瓦 聯合國的總部 她只是要進去 買馬克杯 她說 2008年的時候 我還可以進去喔 後來 我去年 2015年 我為什麼進不去 我只是要買馬克杯 我不得其門而入 結果台灣民政府 有兩個同心 拿著台灣民政府 就由美國的 國安單位所發行的 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 就進去了 還有拍照 在裡面拍照 還有什麼 攝影 到萬國館 甚至到裡面 聯合國開會的地方 大家沒有想到 各位現在出國 所拿的他們那一本 綠色的難民護照 你了解他怎麼來的嗎 我們要跟他起底啊 他既然成為流亡政府 那為什麼拿他的護照 到世界各國 可能 譬如有去印尼的 有東南亞的一些國家 海關的 會刁難你 你裡面要放什麼 就我所知道的 我朋友有兩位 兩個月前 要去印尼 他跟我講 他告訴我 他說 我要去印尼 打工 但是 我跟我同事 已經講好了 去那邊面試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被擋下來 然後到面談室 要講什麼 我們是來觀光的 然後護照裡面要加什麼 兩張美金 要夾在護照的裡面 各位 正常的國家 需不需要這樣 需不需要 為什麼會被約談 中華民國 他上面還有附輸那個台灣 台灣 那是誰加上去的 阿病啊 陳水扁先生 給他加上去的 所以美國很煩惱 就是 陳水扁先生為什麼 麻煩製造者 他這個護照 本身 中華民國 我們知道一個中國是誰 中華人民共的國 現在所使用的中華民國是什麼 流亡在台灣的 那在2011年的1月1號的時候 那透過ECFA 流亡的中華民國跟什麼 中華人民共的國 會不會再打仗了 會不會 會再打仗嗎 當時什麼時候簽ECFA 2010年的6月29號 所以大家 要了解這一點 兩邊 他們兩邊的 台灣海峽兩邊的 中國人 有沒有解除敵對狀態的 有沒有 有啊 所以現在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 那些中國的 中華民國 流亡中華民國 那些提供的軍人 做到中軍啊 過去那邊聽習近平的演講 立正帳號 起立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 那個是代表效忠的 他是不是要回去效忠了 當然要啊 那是他的宗主國 剛剛有講到 他是非議院 當時1949年 沒辦法 跟著蔣介石 蔣先生回到 來到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所以 一般國外講的 Chinese Taipei 他全名什麼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全名 好 所以這個 觀念一定要 給他定例清楚 沒有國籍喔 而且現在這個政府 是不是我們的政府 不是 美國的 聯邦高等法院的 雄二法官 已經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處在政治電域 不要去投票 投沒有用 最好喔 讓中國國民黨 整個洞的最好 投票率只要低於50% 美國就要出面來處理的 重要一點 投票率越低越好 台灣仍然在美國軍力佔領 這大家都知道 一直都是 美軍有離開台灣嗎 沒有 哪邊有 新竹的樂山基地 台中的清泉岡 高雄的左營 然後哪裡 台東 長濱 大家知道嗎 還有很多啦 包括什麼 內湖 金湖路100號 差不多快要完工了 大家如果經過的時候 不妨去看看 差不多了 現在是大概一些細部的 一些設置 但是他的工人 有沒有使用這裡的人 沒有 他的建材 包括工人 建築工人 通通都是空運來台的 他是亞洲軍事指揮中心 為什麼會設立在台灣 為什麼 軍事佔領地 滾輸尖而已 在新竹熱山那個鋪爪雷達 他非常精密 到 中國 哪一個角落 他只要有點動靜 全盤掌握 來我們看一下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憑什麼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來 一起唸 來 面上寫什麼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你簽 貼佑的時候 簽卡佑的時候 風帝對風帝 來我們看上面 看面上 他是不是清條 是不是日本 有沒有寫 有沒有寫 有沒有寫清朝 有喔 在哪裡 白紙黑字喔 你要照稿念喔 不要用自己的觀念去念喔 來念親 來一起念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上面有寫清朝嗎 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我要讓大家有的觀念 照稿念 上面寫什麼 契約的內容 他就寫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怎麼會有清朝咧 那上面是不是寫 日本兩個字 有 只有寫其中的一部分 只有講 其中的一部分 全民耶 看清楚喔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日本跟日本天皇 有沒有不一樣 日本 日本 是日本天皇 保有 所有權的地方 日本天皇耶 代表國家的法人 請問一下 國家 日本 可以 拿來做契約的法人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日本兩個字 是不是有一個代表人 管理機制裡面最高的那一位 誰 日本天皇 清帝國咧 持續太后嗎 以前還有學員跟我講 明天 應該是持續太后啊 怎麼說 這一定寫錯了 我說條約 國際條約 你可不可以改 可不可以 國際條約可不可以改啊 簽約的兩個國家法人 抬頭可不可以亂改 不能亂改 這不能開玩笑耶 喔 清帝國的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皇帝 對皇帝 簽約 把哪些地方割出來 看清楚喔 這上面寫什麼 奉天就是朝 遼東半島 然後哪裡 台灣 澎湖 所以他寫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有沒有 跟這邊一樣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那個地方呢 一樣 而且你看喔 當時 日本天皇拿 取得台灣所有權的時候 他沒有把 台灣 上面所有的人 直接就 改成日本的人 沒有 注意喔 這有寫什麼 看清楚寫什麼 兩年以內喔 思考期喔 看你要留下來成為日本 帝國日本天皇的臣民 還是你要回大清帝國 兩年的思考期 可不可以像那個 蔣介石這樣 直接改 軍事佔領 這不是耶 這是真正取得所有權耶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在什麼時候簽訂呢 1895年4月17號 那當時在1895年的5月8號左右 這個遼東半島的部分 有三個國家 提出抗議 他說這個遼東半島是什麼 親帝國的發起地 發源地 發源地是什麼意思 祖公阿帝 萬國公法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懂意思嗎 OK 萬國公法什麼時候出現了 也就是在1830年的時候 拿破仁席捲歐洲 這種佔地為往的觀念 已經過時了 慢慢全世界開始有一個 一個共識 那戰爭法 它的最開始的人是誰 我相信各位你有看過 曼秀雷敦有沒有 那個logo 那是誰 南丁格爾 戰爭是不是會死亡 戰爭會死人嗎 會不會 人死去什麼 醫護人員就要不斷地去救 常常戰爭是不是醫護人員疲於奔命 他們在想 為什麼人家軍事武力戰 然後打打殺殺 然後又換別人 又一直戰 那萬國公法就是 每一個國家 他可以用萬國公法保護自己 不用 其實基本上法理是最好的武器 不是拳頭大就好 像剛剛一開始大家都知道 初級班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第二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軍事佔領 你軍事佔領 佔領了 可不可以變成佔了就是你的 不行 好 況且是台灣澎湖 看 這個叫什麼條約 馬關條約 由大清帝國大皇帝交給誰 交給誰 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皇帝對皇帝 看清楚喔 不要今天課上一上 明天早上 起來 日本跟清朝簽 所以 現在台灣可以交給中華民國 可以嗎 不行 真正的台灣的歷史 注意 真正的台灣的歷史 大清帝國大皇帝 把台灣澎湖的所有權交給誰 日本天皇 那麼日本天皇他就按照 像大日本帝國 定例一樣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是根據什麼 萬國公法 由明治天皇 清訂一個金再一個欠 清訂憲法 然後交給誰 交給帝國議會去審議 沒有問題之後 由日本天皇 明治天皇頒布什麼 行憲造書 把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實施在整個大日本帝國 所以 建立天皇的主權 1895年馬關條約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但是是不是 全部 全部 整個台灣都會 你有覺得很奇怪嗎 以前台灣的帝國 我看在哪裡 國民黨跟我說 以前 中央山脈 當兵 在那裡 所以後來 撲起來 是不是這樣 是還不是 不是喔 這是法國人畫的 人畫這樣子 因為中央山脈 以東 沒有辦法進去 為什麼 全部部落社會 那個進去的人 有投進去 沒有投出來喔 懂意思吧 有投進去 沒有投進來 有很多經典畫面 可以看到以前 部落社會 為什麼部落社會 因為在1905年的時候 日本帝國 因為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起勢 因為當時取得台灣的時候 遼東半島 透過遼南 返還條約 割還給清帝國的皇帝 因為 遼東半島是 清帝國的 發起地 也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必須要還給他 清帝國也是很糊塗 清帝國很豪道的 整個島 台灣 全部掛掛的 他只是六個屯肯區 跟一個澎湖而已 自己的殖民地區 殖民地 讓出去了 結果連鄰居 也一起割給人家 各位 你在賣家的時候 會不會說 我家賣掉 先說隔壁的包包的 做賣出去 可不可以 可以的請舉手 不行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各位 我們要了解喔 財產的所有寬生 你要 扭出去 要買賣的時候 因為戰爭一定會死人 死人你沒有東西 要背要怎樣 要刮土地 刮土地的時候 他有 跟他刮這裡而已 沒有 整島都刮的 我們有看馬關條約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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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 來唸出來 台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全島 所以 有一部電影叫做什麼 賽德克巴萊 有沒有 聽過這部電影 有沒有 有 對啊 因為 本來 高沙族 他們在他們的 部落裡面 生活得很開心 這有點類似什麼 風中奇緣 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美國迪士尼的電影 一樣啊 印第安人他還是生活很開心 突然美國人跑進來 然後什麼 打仗 所以1905年 這國際的會議 由日本的總督府他邀請 美國的 學者專家來 研究 他說 這個地方 中央上脈以東的地方 它不是國家 它是什麼 部落 部落的話 那就很簡單了 你透過 武力征服 戰爭法就是你用征服的方式 那是什麼 納入管轄 你打贏了嘛 打贏了他們都要聽你的話 你就可以管他們了 把它納入管轄 所以 打了 十年 才征服 是不是因為高砂族很難打 是還不是 當然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不是喔 因為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他既然 他知道了 他取得 日本 就是台灣跟澎湖的所有權的時候 包括周邊群島 釣魚島的尖角 那個也是喔 都是周邊群島的部分 他取得之後 當然 他會不會好好對待 土地上的人民 會不會 那爬 那安撫啊 所以我們知道 高砂 的 百姓 他們就是有什麼 有皇族 因為 東西的 像 懷柔政策 他就什麼 把天皇的 親戚 嫁給高砂族 那個叫什麼 和親 變親家 是不是比較親了 會再打不 不會的 他考慮 我們太太 那是日本人 所以不要這樣 所以花了十年的時間 整個什麼 建立了 完整的台灣主權 所以建立了 日本天皇 那這個是什麼 萬國公法的SOP 標準的流程 1937年之後 做皇民化運動 我們要有正確觀念 所有權狀取得了 那他透過萬國公法 國際法理的程序 把這個地區的人 慢慢什麼 同化 讓他看得懂 日文 會講 日本話 甚至什麼 改日本的名詞 這個就是皇民化 1937年時候 然後到 1945年 歲日 昭和天皇 他叫什麼名字 育仁 那這顆 他怎麼會贏呢 日本政府就看這張 天皇 天皇 天皇玉璽 贏贏這顆 這顆還有一塊嗎 各位 這顆玉璽還在不在 還在 大日本帝國還在不在 來問大家 你認為大日本帝國已經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已經滅亡了請舉手 還在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OK 各位 我們看一下你的右手邊 誰還在 誰還在 日本天皇還在 大日本帝國就還在 了解嗎 現在適用於大日本帝國憲法 有兩個地方 各位請你記清楚 沖縄 琉球 跟什麼 台灣 台灣代表三個地方 台灣周邊群島 澎湖還有哪裡 南海 就是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在日本總督府管理的時候 是屬於哪一州 各位 你有沒有高雄州的同心 高雄州請舉手 謝謝請放下 是屬於高雄州的 所以大家有一個很清楚的觀念 那為什麼 現在南海那麼亂 因為 美國 跟新日本政府的立場 還不夠明確 所以有一個縫隙 讓什麼 中國趁虛而入 各位 每一個人 一名有自己的後面 後院 跟前面的庭院 你如果 農村你有住過就好了 你的前院跟後院 後院 可不可以陌生人 跑到你的後院 或是前面的庭院 建一個小房間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南海可不可以讓中國 咱們建小島 違反國激法 那等於侵略 那為什麼美國說他要打他 為什麼 為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23條的A款 軍事佔領 包括南海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一條 第二條到27條 所有的內容 你如果各位 有時間的話 各位 我建議大家 用英文版的去看 我們看英文 不要急著去把它翻成中文 你要用英文去讀英文 就像剛剛講師一開始跟你講的一樣 承認 recognize 跟 acknowledge 得知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英文 但是翻譯的人 他如果用自己的意思 acknowledge 承認 得知 沒有寫清楚的話差很大 像 就是因為和平條約的第二條B款 Japan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esadores Japan 這個Japan是哪裡的Japan 出幾班同情 跟大家問一下 這個Japan 是大日本帝國的請舉手 你認為 沒關係 謝謝 是新的日本政府的請舉手 要用腦筋 謝謝 請放下 是日本 日本國 請舉手 好 不知道請舉手 沒關係 謝謝 Japan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esadores 這個前面這個Japan是什麼 代表現在的 新日本政府 為什麼 就這樣 什麼時候簽訂的 請你記清楚 1951年的9月8號 什麼時候生效 1952年的4月28號生效 所以是簽約的是誰 請你要記得喔 簽約的 不是代表 大日本帝國的軍需大臣吉田茂 而是 後來新日本政府的首相 誰 吉田茂 所以要清楚喔 他只是 日本天王只是說 他管理國家大政的權力 被懸置起來了 但不代表他所有權 釋放出來 並不代表 就是 新日本政府的部分 就是北海道 本週四國九州 沃琪奈娃的部分 各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麥克拉社透過一號命令 他命誰去 擔任整個中國戰區的 幫他 就是分配佔領 是誰 蔣介石 委員長 不是中華民國 各位要清楚喔 過去我們讀過 國立編譯館寫出來 有毒 有毒 有毒啊 那毒有夠青嗎 從田上廣下的路頭 多青 搞不好三公里生 讀蘋果理論 有毒的蘋果 在有毒的土地面 上面的蘋果的柱子 你生出來的蘋果 你敢吃嗎 有毒的土地 長出來的蘋果 你敢不敢吃 可是我們天天都在吃毒蘋果 了解嗎 很多耶 這個部分我們要了解 台灣 有很多很多我們認知上的錯誤的見解 我要慢慢把它脫離掉 所以明天我們第二堂課第三堂課 有很多解讀的課程 該讀 該讀 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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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中文是不是都一樣 但是你講台語就不一樣了 該讀 讀 是不是有一個 好像在著東西那個讀 該讀 土音就不一樣了 你注意聽就知道 不完整到完整主權 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裡面 各位 我們要對自己的天皇 對自己的原來的大日本帝國 要很有信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世界的五大強國 第一名是誰 是誰 日本帝國 美國排第幾名 排第三名 第三名 打第一名 扣什麼 扣兩粒 丸豬炸大 這就是黃明華 教大家 再來 錢的持幣也不一樣 從上面看有沒有 台灣銀行券 這是海美行線之前 行線之後呢 日本銀行券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來讓大家知道一個狀況 有聽過大陸嗎 南方市都在說 大陸 你敢問 對一個大陸 來我來介紹 歐亞大陸 大陸 非洲大陸 大陸 澳洲大陸 大陸 北美洲 南美洲 叫美洲大陸 還有哪裡 南極大陸 大陸 大陸 鄉親事大 親民職業 你說的大陸 是對一塊 你就這張導致 對一塊 你說的大陸 對一塊 我們在說的時候 表達國家的時候 要很清楚 中國 就是中國 後面不用加大陸 你如果講中國 中國大陸 我們是不是要講 美國大陸 加拿大大陸 美國大陸 墨西哥大陸 巴西大陸 變語助詞啊 我們不要去使用 中國就是中國 中國是哪裡 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我問一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太快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 中國 全世界會不會跟你分 自由中國 共產中國 不是 是誰取得 中國整個領土 的統治權 才是正式的名稱 但是這幾年 今年有沒有發現 中日中國的國台辦 它類似像在求 如果 你能夠認同 九二共識的話 那最好 有沒有 一直在強調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最主要意義 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到 九二共識跟台灣人 有沒有關係 跟日本台灣人 被佔領地的人民 有沒有關係 有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九二共識 不知道的請舉手 九二共識 如果你是 黑法 黑法 跟台灣人有沒有關係 被佔領地的人民 有沒有關係 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各位 要記得喔 黑法 九二共識 是誰的事情 中國的內政 黑法是哪兩個單位簽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間組織叫做什麼 海協會 海基會 跟流亡的中華民國有一個民間組織 叫什麼 海基會 它是不是政府啊 是不是政府跟政府 No 剛剛有跟哥講了 美國在台協會是不是政府 不是 民間組織 那底下的是誰 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來自中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它是政府還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 大家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只有民間組織才能管民間組織 不可能民間組織去管政府 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去參加 各位 你有沒有去參加台塑的董事會的會議啊 去選台塑的董事長 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對 我也沒有參加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參加民間組織 董事會的選舉 選出他們所謂叫president 叫總統 為什麼要去參加 人台塑集團 常榮集團 一選當首頂我們就沒有去參加 為什麼我們要去參加 留望中華民國 當首頂的選舉 甚至他在選舉 他在選舉的時候他在講公司的競選宣言 我們為什麼要去參加人家公司內部的選舉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政治戀獄 不要去參加 好不好 這要了解 你現在你去參加他們選舉 要不要花錢 一票多少 30塊 政黨獲50塊 你都有花錢的 你傻傻傻去投票 所以很多人很想選舉 有什麼辦法 最初我也來做理事長 一票可以拿30塊 而且又是什麼 留望的 中華民國 台灣第一東京 本給你參 中央選委會 有沒有 所以不可以再說 哪個大陸 有五個大陸 正確要用詞要注意 再來 周先生 在這裡 這是 國家地理頻道 他透過70萬人 現在已經到90萬人了 透過DNA的樣本 整理出來的一個脈絡圖 我們在六萬年前的時候 六萬年以前 冰河時期結束 人類開始遷徙 有一條叫M174 有沒有 從非洲東部 透過現在的 波斯灣 阿拉伯半島到印度半島 來到馬來西亞 這邊上來 到哪裡 菲律賓 菲律賓旁邊 透過南海 到台灣 沃克娜 日本 到哪裡 朝鮮 進入到哪裡 進入到哪裡 現在的中國 誰是誰的祖先 像是誰的祖先 韓國人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日本人是韓國人 中國人的祖先 台灣人是誰的祖先 日本 韓國 中國 你有背走嗎 絕對背走 尤其他走回中國 尋根 你要對水尋根 你的祖先本來就在這裡 我們大家知道嗎 各位 嫁娶的時候 誰要坐大圍 無久坐大圍 有沒有 何 這個土地公 地基種的觀念是甚麼時候 菲律族的時候就有了 一直流傳下來 各位 還有甚麼 你的腳前頭微細 腳趾頭最小的那一隻 指甲没有分岔 有没有 平朴竹 六万年前 一直迁徙到这里 大概三万九千六百 多万年前的时候 才在台湾定居 接着往上 日本 新日本政府他近几年 透过这个国家地理频道的消息 他慢慢来台湾巡根 我相信各位在新闻频道上 有看到 有日本来台湾巡根 甚至有一个女孩子 背着背包 虽然不会讲台湾话 可是什么 到处搭帐篷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他就是来巡根的 懂意思吗 他弯身也是一样 重要的观念 这对一国的 插拌 美国的卫爆弹 更加的证明美国轟炸台湾 他是主要占领全国的依据什么 所有的同盟国里面 只有美国唯一用武力征服 日本天皇的国家 所以他在究竟要不然会 拥有主要的占领权 占领权代表什么意思 在对占领地的分配 财产分配权 这本新台湾论就是上册 刚刚各位讲的 这是下册 OK 这两本 各位好好的读 好不好 这是16号 在宜兰州 基隆郡 我们看到 这是谁 基隆的分局长 来到现场 去年的11月15号 台湾民政府在孙文纪念馆 一路游行到自由广场 知道这个活动的请举手 谢谢 去年了 已经一年了 所以宜兰州呢 他那个 所有的同心 我们六个州 现在有12个州 那其实执政州是六个州 所有的同心都有来到这边 那我们看到基隆的分局长都出来了 那去年11月15号 台北市政府也是最大的 大家来到现场 那一般如果小小的 像请愿活动 局长有没有必要出来 都不会出来 小小的他都不会了 为什么出来 很重视 最接近的消息 11月11号 那11月10号 众议院全体会议 有没有 TPP 它这是延续欧巴马 当时要 TPP在亚洲很重要的经济体 这个对台湾 对整个亚洲来讲 有很重要的意义在 你看普丁他要来了 要跟日本合作 来 什么叫政政法 注意听哦 存三文件 战争学院的构思 台湾民政府体制内法理学院 运作台湾地位正常化 基本上是运用战争法跟相关的 自然法 万国公法 战争惯例的代理 外立法还有代理法 国际公约 海牙第四公约 这个是战争法的部分 海牙第四公约 日内华公约 红十字总会章程 有关战争法的部分 美国最高欢迎的 打雷 打雷很重要的 你比如说 打这个案件 战争法 三千冠军的案件 你打下去 会当作后来 打雷的参考 所以打雷在战争法里面 是很重要的部分 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 OK 那我们这个叫什么 Political 就是政治工程 是政治的know how 技术 跟一般的研究层次 跟学术机构 不一样 战争法 涉及的非常宽广 不可以轻忽 经过严格法理 或逻辑训练 如果没有经过 法理或逻辑训练 很容易误解 国际法理 造成国际纠纷 所以新台湾论 各位 你如果后来 未来 你如果要在台湾民政府 做博物 新台湾论 务必要毒手 你任何一个判断 只要错误 插之好理 就插状纷了 你插一点点 出去就插状纷了 尤其对台湾的国际地位 你苗述甚至你的论述 如果是错误的话 全世界会不会跟你打交道 不会 所以你要很注意 看呢 1942年69号 哥伦比亚行动 你看他们都还要上课 上多久 注意看 几周 48周 所以在他这边 重要在这边 不是领土交割跟乙交 是交战国军事占领 在10月25号 他不是光复节 OK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谢谢大家